你好我是Joyce 全国民众即将可以注册国家数码身份 MyDigital ID并供线上和线下两种注册方式 不过推出国家数码身份的目的 并非是要取代现有的大马卡MyCAD身份证 换句话说身份证也就是IC 依然是每个国人最重要的证件 同时身份证一定要随身携带 任何人如果忘了带身份证出门 不只会犯法甚至还可能会坐牢 目前一名青年在TikTok平台上分享 他16岁时因为遗失了身份证 于是到国民登记局申请了一张临时身份证 由于担心随身带着临时身份证会弄坏 所以市主就选择将临时身份证收在家中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青年因为没有携带临时身份证外出 因此遭到警方带回警局拘留四天 最后最成还被判坐牢一天 视频上传后获得巨大回响 网友们纷纷感激他分享其经历 提醒了人们随身携带大马卡的重要 但是也有一些网民疑惑 仅仅只是没有带大马卡出门 真的就会搞到坐牢那么严重吗 其实根据国民登记局法令第25条文 如果一个人没有带大马卡或者没有办法出示大马卡证件 是可以被判处不超过三年监禁 或者罚款不超过两万令吉或两者监食 TFM也在此提醒大家出门前记得要先检查 确定携带了IC才开门出去 谢谢收看我是Joyce 更多新闻资讯报导 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M